大家听得见吗 看得见这个屏幕吗 OK的话就说一下 那好的我们八点了就准时开始了 那一样做个风险提示 今天的一切的所有的PPT的内容呢 都不涉及您个人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能力 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一般性建议 今天主要讲这三个topic 然后我们一个个来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照例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那这个也是我今天刚刚节的 那美国的话呢 今天又是新增两万多例 感觉真的就像是我每次网课都跟大家说的 就感觉它没有好好的控制住 就一直在反复反复 就下向的这个curve 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很缓慢 就不像澳洲是一个bell shake 对吧 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一个像是正向分布一样的一个曲线图 但是美国呢 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看的bell shake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个bell shape 那今天在那个Guardian的那个新闻上也看到了新南威尔市呢 准备在6月13号就开始 开始它的那个健身房 还有一些dance studio 那到时候大家如果在新州的话 在悉尼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健身了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大家来了澳洲之后呢 就特别喜欢去健身房 因为受到澳洲的西方的文化的影响 就特别爱打卡健身房 然后身材都练得很棒 那维多利亚州呢 今天又是新增了10例 主要还是养老院 还有就是幼儿园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 现在也被关停了 那其实澳洲跟中国的情况还是挺像的 虽然说有一个比较好看的bell shape 但是呢 就下降了 人数虽然感染人数下降了 但是呢 一直会把时间拖得很长 就一直会有确诊 新增的确诊 就可能不是很多 就是几十个 或者是十几个这样子 然后会延续很久 然后慢慢的就缓慢的清零这样 那我们也在微博 就是腾讯 新浪的那个截图上有看到 就现在排名前十的呢 都已经坏人了 就是只有美国啊 还是霸占着第一 主要呢 有巴西 俄罗斯 西班牙 还有印度 秘鲁 好像是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 那巴西呢 在之前也跟大家有提到过 就是巴西也是铁矿石的生产国嘛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 巴西那边的铁矿石也不能够 就是出口到中国 那现在还是要依赖澳洲的比较多一些 那关于疫情呢 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 那还有一个新闻呢 相信大家最近也都看得到的 也是很 也是引起了美国的暴乱嘛 就上周的白人警察通过膝盖锁喉的方式呢 杀死了一个美国的黑人民众 叫乔治弗洛伊德 目前呢 他的这种行为呢 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蔓延到了美国的20多个州的30多个城市 那抗议者呢 我们从右边的图片上也可以看得到 已经在大街上打砸抢烧 攻击警察等等的 我觉得有点像是香港的翻版 那之前众议院的院长呢 佩洛西一直都是说 香港呢 香港发生在香港的一切是美丽的风景线 对吧 那现在呢 这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就发生在了美国了 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现在呼吁大家要和平的抗议 然后要团结起来 应对这个事件 要相信司法 司法机关能够给出正确的一个裁决 就感觉就是 如果是格安关火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吧 但一到自己家门口 立马这口风就变了 特别的双标 这也是让人很生气 那川普呢 今天早上 大家有看那个头条的话呢 应该也有发现 就川普说 如果这样子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呢 他会派军队到各地去镇压 如果说有继续抢劫发生的话呢 他会开枪对那些 对那些抢劫者 这个呢 他发的推特也上了那个 他发的推特被提示 说这个呢 是违反他们的暴力协定的 所以说 特朗普也就站出来 又开始怼推特 导致推特的股价也是有一波下跌 那不知道大家在这几天里面是怎么应对暴乱的呢 在我的意思说是在投资上 我这边给大家选了 就是做了三个选项吧 A呢 是抛售自己手上的股票 去应对这次美国的暴乱 因为觉得这次的暴乱可能会影响美国的股价 还有就是 对还有就是会影响自己的投资 对吧 那B呢就是买黄金 因为黄金有避险的属性 对吧 然后C呢就是 感觉这个暴乱也就是短暂的吧 应该不会长久 那我就不变了 大家是大部分是多少呢 我看一下 大家可以把答案答在评论区 我看到选A 选C的人很多 大部分的客户都是C OK 谢谢大家 我看一下 那我这边呢 也给大家整理了三个参考答案 那一个呢就是 暴乱呢会引起美元跌 美元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是之后我会给大家放图 就是美元跌了 然后导致黄金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原因呢之前几节网课也跟大家有说过 就是美元和黄金的走势呢 其实是负相关性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说美金在跌的话呢 那黄金肯定就是有一波拉涨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直接就去买黄金 那第二个呢就是买入非美货币 原因也是一样的 是因为美元变得弱势了 那从这方面来看呢 那其他的非美货币像是澳元啊 加拿大元啊 还有就是像欧元啊 英镑啊等等的 对美元的话呢 他的价格就会上涨 那C呢 其实大家也没必要就是特别恐慌的说 要去抛股票 因为呢市场从现在来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暂时呢没有受到这个美国的一个暴乱的影响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像是标普500的话呢 也是维持在3000点以上 并没有说有一个大跌啊 只是说没有继续明显的上涨而已啊 是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之后 美国的这个暴乱啊 像香港一样发展到全部的地区的话 那个时候呢 才会对经济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创伤 但是我们也会 之后也会提到一些类似的场景 那那个时候股市会怎么反映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美元指数的走势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图上看得到 就是美元它的走势呢 已经跌破了它的一个支撑线 然后呢 从这个事件发酵以来呢 美元指数呢 已经从99.7呢 滑落到了97.8 那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呢 是从1700涨到了1745 其实呢 也没有按照比例来说呢 也是没有涨到这么多 也就是有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拉涨 也没有说破新高啊 什么的 这也是受美国暴乱的影响吧 但是黄金从中长线来看 依然是看涨的 那然后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澳元 那最近澳元相信大家也看到 就是涨得比较快对吧 已经是到了0.68这样子的一个价位了 那上个月中呢 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简单看了一下 当时就是澳洲第一季度的数据 当时来看呢 就是澳洲的经济啊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差 而且呢 未来降息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而且呢 受到中国基建的那个铁矿石的需求啊 那澳元呢 也会依然保持强劲 因为我们 我去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铁矿石的价格呢 并没有大跌 所以这对澳元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长的支撑 那其实最近呢 受到美国暴乱的影响呢 澳元 也是直接就突破了0.68 那其实不光是澳元 像是英镑啊 欧元的话呢 也都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涨 那英镑呢 是到了1.253的位置 然后欧元呢 是到了1.636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说 事件持续发酵 美元还是在继续下行的话呢 这些也都是潜在的一个机会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标普500指数的走势 也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在这次暴乱发 开始之后呢 标普500呢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挫 只是说暂时呢 是在3000点这个重要的关口停滞了而已 那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 其实已经到了6月份了 对吧 那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 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首先呢 是经历了新冠病毒肺炎 对吧 然后呢 是油价的崩盘 到现在的一个种族冲突 还有中美的一个政治动荡等等的 这些情况 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是经历了很糟糕的一个半年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 就是我的更老一辈来说呢 可能已经不止经历过一次了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之前的一些报道 在1968年的时候啊 同样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但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那一年啊 就是马丁路德基和前美国的司法部的部长 叫罗伯特肯尼迪呢 都被暗杀了 那当年呢 也爆发了很严重的一个民权运动 而且呢 还在打仗 那个北越南呢 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地面行动 也叫春节行动 那同年呢 也是美国大选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 尼克松和汉弗莱呢 也在政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意见分歧 并且呢 还伴随着H3N2 在香港爆发的流行性感冒 当时也传到了美国 导致了十万的美国人 以及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 但是呢 这些事情发生过后啊 我根据了一个Market Watch里面给出的一个结果 是他在动荡的一个 在动荡的第一季度之后呢 标普500的股市是下跌的 但市场随后呢 快速反弹 并在年中最终是上涨了7.6% 所以说不一定说我们这个 我们今年前半年很糟糕 那我今年的股市也会很糟糕 这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啊 那更近一点的例子呢 是去年啊 相信大家还印象很深刻 去年一整年呢 在法国啊 有那个黄马甲对吧 也是跟这次的那个抗议暴乱有点类似的 当时美国的啊 法国的那个黄马甲呢 是因为政府呢 要上调燃油费 然后发酵的一个事件 最后呢 也是在啊 香榭利啊 香榭利大街上也是打砸抢了很多的名牌店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情况呢 似乎对法国的一个股市的影响呢 也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我截取的法国的CAC40的指数 那去年呢 也是上涨了30%之多 而且之前在2019年之前的一个下跌呢 也并不一定全是因为是黄马甲的一个影响 而是因为股市的下跌 也是跟随着美股来 美股在走的 所以说 其实一个国家 它的股市呢 受到这个暴乱的影响 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严重 那所以说 今年大家是不是要做出同样的决策呢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那另外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一个原因的呢 是在暴动中呢 被打打抢 受到影响的呢 大部分的可能也就是零售公司 或者说是有门店的公司 对吧 那现在呢 其实标普500也好 纳斯达克指数也好 像是这些公司的占比啊 可能没有科技公司这么大 所以对股市的影响呢 也就没有这么大 所以说 如果说科技公司 依然是在领跑的话呢 那这些发生的暴乱 可能对股市最终的影响 也没有这么大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最近很多 客户会问我说 为什么现在其实经济很萧条啊 包括我们刚从那个 quarantine就是 隔离里面出来 可是股市却看起来 反弹了已经这么多了 是完全是 股市和基本面已经完全脱钩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也给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一个经济周期和一个 股市周期的一个对比图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线呢 就是有一个时兴点的这个线 这个呢 是一个经济周期 然后像这个 像另外一条这个线呢 它是一个股市的一个周期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其实股市啊 是永远都是走在经济周期之前的 差不多呢 是要到四个月到半年的一个时间周期 所以股市的牛市呢 通常呢 就是在经济到达顶峰之前 它就已经到底了 那相反呢 也是一样的 在经济到达最底部之前呢 股市也就会在这个之前的四个月出底 那理由呢 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股市呢 股票永远都是看预期的嘛 那这个预期呢 我们也就是可以看得到 通常是半年左右 那所以说就会有这种现象 我看到 其实这上面有很多数字啊 它代表着不同的行业 里面有分了很多不同的牛市的早期 中期和晚期等等的 不同的行业会在那个时候兴起 它的股价会上升等等的 但是呢 那这个数据呢 是完全是按照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呢 去做的一个回放的 回看的一个总结 这并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现在2020年啊 毕竟已经过去了12年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就ignore 就是忽视了 忽略就可以了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知道 就是我们的股票呢 其实是走在经济周期之前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topic 相信大家关注那个新闻的话 也可以看得到就是 伯克希尔哈萨维 也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呢 像SEC披露 他自己呢 是增持了很多的一个 自由媒体集团旗下的一个广播公司 叫Series XM 这家公司呢 我不是很了解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次巴菲特加仓了大概多少 也是不到1亿美元的 差不多也就6000多这样子 那目前呢 这个公司呢 占比整个投资portfolio的一个占比呢 其实并不大 大概就是只有不到1%的仓位 那这次的增值呢 我可以看得到 其实巴菲特也是很谨慎的 连1亿都没有拿出来嘛 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巴菲特手上呢 差不多有13亿美元的现金 但是在买了航空股 然后又抛售 割肉抛售航空股之后 他手上还有多少现金 这个没有继续去算过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巴菲特其实在 目前的这个增持的过程中 还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在澳洲嘛 所以说我就挑选了一个 在澳洲跟这家公司 性质差不多类似的一个公司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这家公司呢 就是叫SXL 叫Southern Cross Media 它的简写呢 是SCA 那这家公司呢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娱乐公司 它目前呢 能够覆盖95%以上 澳大利亚的人口 每周的话呢 是有1000万的一个听众这样子 并且呢 它拥有78个广播电台 还有7个数字广播电台 就是它的规模呢 受众也是挺多的 这也是我从它的财报上 截取了一个 它目前的一个经营的规模 是毋庸置于的澳洲第一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股息率 它的股息率是 百分之28.72 是非常的高的 但可惜的是呢 这家公司呢 已经发布公告 说它在20年呢 会取消自己所有的股息派发 所以说在这个2020年啊 我们是拿不到这个 百分之28.72的这个 股息的回报的 那我看了一下 它的一个财报呢 没有发现说 它未来有一个很强的增长点 这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 低的很深 那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 想要长期去hold住它 然后去买 去吃它的股息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着重的去研究一下 它这个公司 它主要的一个盈利增长点 那我目前呢 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适合 去做投机的一个公司 就我们我下一张PPT也会说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PE ratio 它的现在适应率啊 是只有3.65的 这是相当低的一个数字了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这个价格买进去的话呢 是很划算的 但是也不排除它未来会低啊 这是一张它现在的一个价格走势图 它之前的最低的时候啊 也就只有0.1多 现在呢是翻了一倍 到了0.225 但是相比于它之前2月19号 也就是标普开始跳水的那一天 它那个时候的价格呢 是8毛4 那现在短线呢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呢 就是如果说它有回归本质的一个 潜力存在的话呢 它的潜在的目标价 我可以看得到到0.44 所以呢 我没有放很多资金进去 但是我自己呢 也是稍微去买了一些 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了 因为我觉得这家公司呢 跟Vacility VCX呢 是有一点像的 它不是一个增长型的公司 而是呢 纯靠它的股息派发 那如果说 因为2020年已经有了一个 取消股息派发的这样一个举措 很难说它在未来呢 遭受经营不善啊 或者说是 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会不会停止这个派发股息 如果说是 取消的话 那会对它自己的价格呢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第三个话题呢 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美股V型反弹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吧 我前两天呢 就看到这张图 说是 美国人在收到政府发的支票之后呢 是怎样去花销的吗 那其实美国政府呢 发支票是为了帮助人们 在经济停摆的情况下呢 能够渡过难关 对吧 去付那些 去付那些水电煤的账单啊 等等的 可是我们却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人们在用这些钱 对吧 在股市中用来投机 这其中呢 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 特别是在年收入 是在3万5到5万的这个人群啊 他增加了93% 那相比于就是5万到7万5的人群呢 他也增加了90% 也就是说呢 他从政府领了这些钱之后 他没有把它全部都用在自己的开销上 反而呢 他把这些钱呢 去买一些股票啊 希望能够在股票上得到翻倍的收益 这也就是最近很多 很多包括像我们一样的一些online broker 大家有很多的 有很多开户的需求 对吧 但是另外一点呢 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15万年薪以上的那些人 他增加了很多自己的负债 他的loan呢 增加了84% 而像是在10万以上的这些 这些民众呢 他自己的loan呢 也是增加了70% 跟年薪75%的一个增加贷款的情况呢 是差不多的 可是这个现象呢 并没有出现在前面三栏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值得大家去深入考虑的 为什么反而就是越有钱的人呢 他借贷反而是越多呢 我最近呢 也有跟一些客户聊天 他们就在跟我说呢 他们最近啊 试图在用一个很低的利率呢 通过refinance 从银行呢 换出很多现金来 那我就说 哎呀那你要这个现金用来干什么 他说他可能会 更多的去用来投在股票上面 因为他发现现在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有很多很好的投资的机会 他决定呢 用这些很低的利率呢 很低的这些贷款呢 去投入在这个股市上面 去获得一个更高的收益 这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呢 也就是现在 美股现在反弹这么 这么快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加大杠杆投资 肯定是会 肯定是会帮助这个股票反弹的更快的 那这张图中呢 其实蕴含着很多的内容 除了我刚才说到这两点之外呢 还有包括像是home improvement啊等等的 那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联想嘛 像是home improvement 自己的家庭的维修的话呢 可能就会去到bonus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bonus最近的一个收益呢 也是一个销售额也是上涨的很快 那bonus是西农旗下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西农现在的价格呢 股价也是有一个不错的反弹和上涨 我记得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了40了 它之前高峰的时候呢 好像是48 所以已经差不多呢 是要回到它之前的位置了 那再跟大家聊一聊 有没有哪一些既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 又能够降低失业率 而门槛又不高的经济刺激政策 大家有没有想到 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完成这三个目标 对这其实就是基础建设了 对的 毕竟这一行呢 它的门槛呢 就没有这么高 对吧 然后好像是初中生都能干了一个体力活 这对政府来说呢 是最便宜最划算的一个买卖 又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又能够拉动内需 又能够增加它的那个政府支出 那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LLC嘛 也就是Land List的是搞基建的 那我今天呢 也在朋友圈里发了它的股评报告 大家可以问自己的客户经理 或者小助手要一下完整的股评报告 那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公司呢 是叫Borrow 其实这家公司呢 我很久之前就开始在看了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主要呢 是做建材的 因为大家知道Land List呢 它其实是一个像是承包商 对吧 那Borrow的话呢 就是给承包商提供原材料的人 它会给Land List呢 提供很多 不一定是Land List 那它自己的业务呢 也不光是在澳大利亚 它还有在北美和美国呢 都是和中东啊 都是很重要的 它的一个战略发展地吧 那我之前呢 没有去买Borrow这家公司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看到 它这家公司很搞 什么叫很搞呢 就是呢 它一直在打官司 在美国呢 因为窗户的原因呢 在美国跟人家打官司 那在澳洲呢 又跟自己的水泥供应商打官司 那家水泥供应商呢 是一个比较小的供应商 它叫Vegoness Vegoness呢 它说啊 我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因为这个市场波动的原因 我要涨一点价 然后Borrow呢 就觉得 哎呀 我们当时说好的不是这样吗 那你涨价的话 我就不买你的了 那所以说 他们之前欠的合同 这不就作废了吗 所以Vegoness呢 就很生气啊 就是要跟他打官司 然后一直呢 打到了现在 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一直打到了现在 打到了半年 半年多了 所以就因为他 有两个官司在 虽然说都是比较小的 无足轻重的官司 但是我当时呢 就没有选这家公司 但是现在呢 他的一个官司呢 也是快接近尾声了 应该是在6月4号啊 马上就要 法院就要出台 对他的一个裁决了 那Borrow呢 这几天呢 也是从1.1块7的这个价格 反弹到了3块5毛4 也有了一个接近120%的涨幅啊 这个涨幅呢 绝对是比我 之前跟大家提到 Lend List要深门很多的啊 那他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别的原因呢 也有可能啊 他这个5月15号也完成了融资 目前的现金状况呢 还是比较良好的 今天我看一下新闻 就是他不是涨了6.33%吗 这其实是有一点异常的 然后呢 AFR呢 也就爆出了 Borrow呢 很有可能会收到SGH的收购 那SGH呢 是一家澳洲的一个投资集团 他并不是做基建的 或者是专门做材料的一个公司 他是收购了很多不同的业务 像是一些多媒体的平台公司啊 还有一些投资啊 集团等等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像是leaking一样的information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公告上 并没有看到一个一个特别 并没有看到一个特别 官方的一个宣传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花边新闻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主要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呢 就是说SGH呢 在上周五在瑞银啊 开设了一个股票的交易账户 然后呢 现在正好是一个指数换手的过程中呢 他就在这个过程中 悄悄的买进了很多Borrow的股票 那上周五呢 从Borrow的一个股票的交易量来看呢 他上周五的交易量是很大的 差不多呢 是1.5亿股啊 那差不多就是这个公司12%的股份了 那更加蹊跷的是呢 其中的那个瑞银啊 承担了这个12%股份的大部分的买盘 所以说呢 有人就猜SGH呢 其实已经拥有了Borrow10%的股权 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呢 SGH呢 会在这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公布 他自己对Borrow的这个持仓的情况 那Borrow的股价呢 有可能会在收到邀约之后呢 进一步的上涨 因为这对一个被收购的公司来说呢 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就出于这部分的原因 我感觉可能就是Borrow这几天 涨得特别厉害的一个因素吧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Borrow它的一个年股息率也是挺高的 是有5.72%了 那它的PE呢 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值吧 不能说它很低 现在是23块 23左右啊 那它之前呢 也有到过7块多 所以现在差不多是蓝腰展办的 这样一个价格情况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Borrow的信息啊 还有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XL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 看看最近有没有最新的股评 可以给大家 那今天网课的PPT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提问区留言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股票了 像是那个Landlist啊 包括FMG啊 还有一些像是CSL啊 等等的公司 对吧 那一些公司呢 最近也就涨得不错 那我就不把它们拎出来 再单独讲了 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之前的提到的几个公司 FMG呢 是创出了新高的 也就是铁矿石的公司 现在是14块7毛5 ILC呢 也是有了一个小小的上涨吧 最近的价格呢 一直是在13块附近呢 有点不上不下的 有客户问稀土现在能不能买 稀土的话就是LYC咯 从图上来看 现在LYC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但是呢 这家公司会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 像是中美贸易啊 中美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 他在马来西亚那边的稀土矿 会不会继续受到他们当地民众的一个反对 都会对他的价格造成影响 我对这家公司不是特别的了解 之后呢 下个礼拜 如果是Coco做网课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LYC这家公司 有说到石油股还会继续涨吗 如果说石油继续涨 那石油股就是会继续涨的 如果大家是把这些石油股啊 拿了去放在长期这样子去持有的话呢 我觉得石油股会回到他之前的这样一个位置 有客户问到WTC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我认为是有的 其实WTC呢特别惨对吧 作为过去的独角兽 澳洲的五个独角兽之一 他现在应该是混得最惨的了 那这Afterpay的话呢 已经到了50了 然后Apple呢也回到了之前它的价格 对吧 30块钱左右 然后还有就是XRO XRO现在的价格呢也是到了85 只有它之前到过47 现在只有21 对吧 既然是拦腰展办到现在都不动 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有发展潜力的 因为它是做物流信息技术处理的嘛 等到之后大家就是贸易开通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有它发光的那一天的 而且之前J Capital对它的一个污蔑呢 我感觉对它自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就是它的股价呢 自从那次之后呢 也没有很好的pick up起来 像之前它的股价一直都在 差不多是在23块钱徘徊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 它很有可能呢 依然是在这个位置徘徊 直到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像是它公布的财报 或者说是有别的一些 备收购啊 或者是等等的这样子消息 才能推动它被市场重新重视起来 才能继续上涨了 有些客户问的不是ASX200里面的股票 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回答 因为我对这些公司没有任何的研究 所以不敢跟大家乱说 有客户问A&P还有救吗 A&P这个走势很漂亮啊 它已经站到维加斯隧道上方了 我觉得它还是有救的 就是要大家一点耐心吧 因为它作为一个澳洲最大的一个养老金的一个集团 它还是很有潜力的 不是很有实力的 不是潜力 它是真的很有实力 包括麦克之前在广播里面也多次提到 它其实自身的一个资产价格就远不止它的现在这个价格了 至少也得在2块2 所以说你要给它一点时间 有客户问NST能不能继续持有 几天不看NST又到15块了 NST呢它就是一个波动很大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别人别人别的股票 它可能也就平平无奇的这样子往上走 或者是往下跌这样 但只有它是这样子的 很volatile 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在这个价格的话呢 它突破它去创新高的可能性 还是要看黄金的价格了 如果你觉得黄金会在近期创新高的话呢 那你可以继续持有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风险已经比较高了 如果你是已经是有获利的话 那可以考虑足够就是减持一些 有问到吗 Corey Bank什么时候进比较合适 那其实最好的进场点呢 就是在顾比的这个蓝线的地方了 那是105块5左右 就看麦克罗里给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它现在的价格呢 其实对比它之前 之前的价格也不算 也是比较低的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对吧 我们的中文部总经理麦克在60多块钱呢 已经是抄底了 应该是在最低价格 68块钱 应该是 有吗 70块钱 70块钱应该是在这两天呢 它当时应该是抄底了 Mercory Bank 那他现在应该也是 站的比较开心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麦克呢 其实是对银行 还有像是麦格里投行呢 都是很看好的 有客户问到CSL 为什么最近走势这么不好 然后一直在跌 就像我上周五在广播里有说到 就是像这些公司呢 像不管是CSL也好 COS啊 Walworth啊 包括NST NCM等等的黄金股呢 其实在股票里面呢 都属于是防御型板块 那其实黄金股在上周三的时候呢 有了一个普遍10%的一个下跌 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科技股啊 Afterpay啊 还有一些高增长的像Technology One Kogan等等的都在创新高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猜测一下 这些资金到底是怎么一个流向 那很有可能呢 就是从防御型板块像是CSL啊等等的这些公司里面 把资金套出来 因为他们是获利的嘛 啊 获利的之后呢 套出来之后呢 去买这些高增长的股票啊 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就是机构和养老金 他们会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持有CSL的话呢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其实从技术上来看呢 它现在的价格还是处于一个长期呢 200日的均线以上 所以如果说它不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它的整体上的趋势呢 并没有发生改变 只是一个回调很好的买入的机会 只是给大家参考 有客户问到两年期美债和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差 所反映的市场信号是什么 我之前有一节网课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短期和长期的美债的收益率 如果说是倒挂的话 就是短期的比长期的收益率要高 那就说明现在股市的风险很高 可能会有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资金呢是不会骗人的 这是最真实的市场反应 如果很多的机构都认为 股市有很高的风险的话呢 那它就会把自己的手上的公司呢 去抛售 然后呢去换成这些债券 然后它呢一般呢会认为呢 十年期的美债是最稳定的 所以说这些资金呢就会流向这个十年期的美债 那大部分的资金去购买美债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它的收益率会下降 因为其实就像股票一样嘛 大家需求买的人多 那它的一个收益率呢就会下降 因为它不愁卖 所以说如果说发生倒挂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反映了现在市场的风险 就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大家宁可去买这些十年的不给利息的国债 也不要这些 也不要风险产品 就是这个意思 地产信托类的股票有哪些 有Stockland 我觉得还不错 SGP 最近 最近的那个股票的一个走势也比较好 当然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Stockland呢 它就是做地产信托的 那还有几家公司 之后我们也会整理一下发给我们的客户 像是Goodman Group的话呢 它就是有商业地产 也是做的是类似的 那ILC呢 它自己呢 是做的是 也是信托 但是它是做的是工程信托 有客户问最近现货黄金的入场价格 其实黄金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客户里面 只要是黄金 它是小的仓位去买 然后呢 有耐心就是长期一点去拿着的客户 我没有见到它在黄金上是亏钱的 没有一位 这是为什么呢 就很简单 因为黄金的价格一直在涨 对吧 所以黄金的入场价格呢 短期 对 它是很重要 但是长期限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 并没有这么的 这么的重要 那如果说你要短期之内去做个波动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价位可能是最完美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因为它的低点已经上移了 包括黄金的高点呢 也在逐渐上移 其实是一个缓慢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你依然呢可以在你认为是支撑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我这边看不到 这个应该是1700多的位置 这边你可以挂一单 有客户问现在是不是应该做空澳币了 这个问题 昨天Jacky的广播也有讲到 就是澳币现在上涨的趋势很强 他是不建议去做空澳币的 因为感觉澳币呢 还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上涨的一个 momentum 一个惯性 就我们 我今天早上在截图看的时候呢 澳币也就是在0.678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可是现在呢 他已经冲到了0.6855了 我觉得在美国的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那就是说美元他还有继续下行空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做空澳美了 我可以看一下USDollar现在的一个走势 果然是继续在往下跌 这个时候呢 大家不要去逆势的去做空 我是说那个澳币啊 不要逆势的去做空 我建议大家问澳纽的和澳币的 客户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小助手 昨天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发的昨天的那篇文章 里面有详细跟大家 Jacky在那个文章里面呢 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澳纽 还有澳币现在应该怎么做 澳纽他是觉得呢 现在在1.08以上呢 只可以做一单 的确呢 是有可能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上涨的空间 可能没有之前你在1.03的时候买的这么大了 对不对 他很有可能呢 就是在1.08到1.09的这个位置啊 很难说他直接就突破了1.1的这个关口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建议大家去重仓的去买涨这个澳纽 SGP和Webjet Webjet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多能说的 他现在的价格呢 就是在一个缓慢的一个上涨的通道中 那的确呢 旅游行业是在未来可能在半年都不是有很大的好转 但是Webjet我自己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啦 我会一直持有的 有客户问NCM为什么不涨 那如果您觉得NCM您买了之后呢 他没有一个达到你预期的一个涨幅的话 那我就建议您可以直接去买一些现货的黄金 因为现货黄金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也是以一个就是比较确定的一个走势是在往上涨的嘛 有些时候现货黄金 它的一个受到的影响因素呢 没有像是NCM啊或者说NST啊SBM啊等等这些黄金股受到的影响多 因为如果是金矿股呢 这些公司他就要考虑到自己的盈利能力呀 一个开采的情况啊 包括天气的情况啊 或者说是他自己的储量啊管理层啊等等等等的因素啊 因为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肯定是要考虑这些因素的话 因素的嘛 那黄金呢 那他可能现货黄金他是要考虑的因素呢 就没有这么多 就如果国际形势紧张 包括一些突发事件啊等等的都会造成黄金价格的上涨 那有些时候呢 黄金是涨了这么多 但是黄金股不一定会涨那么多 对吧 而且每个黄金股它的表现也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现货黄金呢 它是24小时都可以交易的 那有些时候呢 事情发生在晚上 比方说是美国 对吧 美国他们发布了一个消息 那通常是在澳洲晚上或者说是澳洲的早上7点钟对吧 那现在的时差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呢 澳洲的股市很肯定是没有开盘的 那在盘前的时候或者是盘后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大的波动 就黄金的价格 那如果说您是持有着黄金股的话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肯定是束手无策的 只能等一个开盘的一个跳空高开 或者是跳空低开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被动 那如果您持有的是现货黄金的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出反应了 不管是抄底啊 还是高抛啊 或者是低吸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大家还有别的什么疑问吗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